其實喔 今天講說這個扭脖子喔 唐朝要王孫思苗 活到140歲 就是靠頭長搖 不過 真的 院長 我看到一段畫面 我嚇到吃手的時候 山東 山東的萌娃 這一段畫面 你看看她 她的脖子跟頭 已經幾乎快分離 這是動畫嗎 這是合成嗎 以中醫的角度來看 您贊成嗎 院長 其實應該說這個小妹妹 她的頸椎的活動非常的靈活 那其實如果要做到這個程度 其實蠻簡單的 你把你的手 拉高 真的假的 用你的頭去碰你的兩邊 喔 真的 對 兩邊不要動 對 其實都可以訓練得出來 來 楊志君主任 您做得到嗎 來 有嗎 我 有一點怪 來 幹哥 您可以嗎 不太行 太極男神 孫家鴻 你可以嗎 超帥 所以可以這樣喔 所以越靈活的人 其實在做這樣的一個 這種扭脖子的這種舞蹈 會非常的靈活 那其實你看 要王孫思廟 他說頭長咬 是指頭往右邊轉 緊繃的時候回到原點 再往左邊 其實剛剛嘉鴻 他所做的這種撇身槌 有類似異曲同工之妙 我們今天講說你的後頸部 有微笑曲線嗎 當心頸椎拉緊抱 哇 這個症狀都是不好的 對 其實很多人 在他的脖子上面 有很多橫穩 其實都透露出他頸椎的 有一些些許的問題 他自己不知道 我們可以看第一張圖 你可以看到這個患者 他的脖子的橫穩 沒有直直的一條線 到中間就有點斷序了 大概就可以猜出說 當他頭往後仰的時候 彎到一定的角度 他就開始會有 帶長腿的動作 到這邊 沒辦法的 往另外一邊 他覺得可以 他就不去看醫生 那你看這樣的一個女孩子 他的脖子呈現兩條紋路 他的症狀會更嚴重 最漂亮的是 形成一個微笑的曲線 非常的漂亮 表示當我們 頭往後仰的時候 你非常的自如前傾 後仰轉側 就非常的 有非常的這種 Smooth的範圍 龍式正骨 剛一生 頸端正頸椎 有三部的定位診斷法 第一部是神經定位診斷 第二個是觸診 第三個是影像檢查診斷 所以你說龍式手法 要求做到 穩 準 輕 巧 手法當中必須要柔中帶綱 我請幹哥出來給你解釋 可以 來 歡迎幹哥 觸診定位摸什麼 他是不是有側白 旋轉 摸摸他的軟組織 是不是比較僵硬 他滿僵硬的嗎 對 看得出幹哥真的 壓力很大 壓力很大 錢賺太多 你看 前面的前傑腳跡 或者說我們說的 胸手突擊都非常的僵硬 這其實應徵我們現在 一般人打電腦 看手機 都是有點 都被你說錯 頭往前頸 烏龜脖子的形狀 對 那我們正骨 就是把這些問題 把它解決掉 來 請幹哥 躺下來 對 第一個一定是用我們的手 去給他做觸摸 這跟太極很像 柔中帶高 摸到他定位點 我們就開始 頸型先拉伸 拉伸完之後旋轉 旋轉哪裡 我要做他整骨跟第一頸椎 環椎 那環椎就很像一個馬鞍一樣 他就可以這樣旋轉而已 我們就輕輕的拉 有聲音嗎 這個是不會出聲音的 沒聽到耶 還真沒聽到聲音耶 拉完之後再拉對側 他只會有哀嚎聲而已 對 接下來我們要做二到四錐 這邊的小關節面的觸位 我們請幹哥 右往你的左邊偏轉 呈現小蝦米的這樣一個體徵 小蝦米 對 那頭 低頭 低頭小蝦米 對 那負定住 我們要旋轉 糾正的一個錐體 放輕鬆 請患者把你的臉 靠在我的左手上面 就是像這樣唱歌的 雙手輕輕捧著你的臉 對 讓它放輕鬆 可以聽歌 對 放輕鬆 心情保持輕鬆愉快 喔 就過去了 對 咔兩聲了 再往另外一邊轉 我們剛剛是先整 沒有問題那一邊 對 然後再轉有問題的這一邊 還是一樣 請他低頭 對 一樣呈現小蝦米 對 放輕鬆 放輕鬆 對 轉到最極限 輕輕的一聲 喔 過去了 最有聲音 所以在這個龍式正骨底下 你看不到 非常粗暴的一個技術 開始 就是由衷戴鋼 要準穩輕巧 還有我們要開的那一錐 我們慢慢做起來 因為還有頸椎還魂操 要戴鋼 還有啊 那我們要做什麼 還魂操呢 非常的簡單 第一個 聳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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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我們肩頸的壓力 把它釋放掉 再往前聳肩 再往前聳肩 對 那其實這結合了我們 八段頸裡面 有一個叫五勞七桑 往後橋 來我們手 開始 就起來 放下來 之後往外 繃到最緊 那我們雙肩夾緊 肩胛骨夾緊 之後 頭開始往右邊看 哇 這個跟孫家鴻剛都有落差 看到五勢啦 看主明白了 不要看那麼過去 這裡 回到原來的位置 手 回到原來的抱球章的位置 再開始 放輕鬆往外 往你的左邊 往左邊 你的手是往外繃緊 不是夾緊 去夾你的肩膀 真的跟家鴻交得很像耶 有點 對 所以其實太極啊 像這種八段頸 其實他的這種 光法有點類似 就是把你的肌肉 繃到最緊 去放鬆你常用的肌肉 把你不常用的肌肉 把它激發出來 最後一個 黃昏操 非常的簡單 就是這樣子 往外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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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厲害 往外拉 對 為什麼往外拉 我們常常打電腦 看手機的時候 都是這個 圓肩的動作 把你的胸口把它打開 對 而且還有腳喔 頭要往上看 往上看 就是我們常常低頭 這樣的一個錯誤的姿勢 我是光文英 請到聚焦2.0 YouTube頻道 進行訂閱 同時到聚焦2.0 FB點贊